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美厨娘 今天给大家做个凉拌菜 我们要用最普通的食材 做出一盘惊喜 用温水浸泡粉丝 将大白菜切段 再竖着切成丝 这样切白菜的口感更好 胡萝卜削皮后擦成丝 放盐 揉搓一下 这样可以激发出胡萝卜的鲜甜味 下面我们来烫菜 锅里水开后 放入泡软的粉丝 注意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粉丝变透明了 就可以捞出 泡在凉水里定型 这样可以保留粉丝的Q弹口感 汆烫白菜 同样不要煮太久 一开锅就立刻捞出 过凉水冷却 等白菜冷却后 用手把菜里的水挤出 凉拌菜好吃的逆诀就是菜要干 这样菜的原香味才不会被调料遮住 用厨用剪刀把粉丝剪成稍短的段 这样做一是容易入味 而是吃的时候也方便加菜 同样粉丝里的水也要挤出 压一个蒜泥切一个小米椒 放在几锅水的菜上 加盐 锅里下油 放花椒香叶炸出香味 将热油通过滤网 泼在蒜末和小米浆上 小碗里放醋 生抽 白胡椒 糖 加大约20毫克的凉水 搅拌均匀 倒入菜中 用手拌菜 要上下翻搅 确保每一根菜都拌到调料了 这样 一盘脆香爽口的凉拌三丝 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一盘菜已经足够了 尝一口 脆的很 味道刚合适